再来看看有一名罹患肺衰竭 因此气切的母亲 为了要亲自出席儿子的婚礼 这两个多月前开始训练自己脱离呼吸器 辛苦的过程 看在儿子和儿媳妇的眼里都觉得相当不舍 但是这名妈妈最后做到了 也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感动 一身紫色套装 气切的吴妈妈坐着轮椅出席儿子的婚礼 趁着虚弱的身体坐上婚礼的主桌 为了这一刻她历经了许多痛苦的考验 吴妈妈去年染上心流感 引起急性肺衰竭 需要长期住院仰赖呼吸器维生 为了亲自出席儿子的婚礼 她从今年三月开始努力进行把管训练 就是妈妈为我们做这么多 然后还特别化妆 还把围巾盖在气血管的地方 我们是真的觉得蛮感动的 由于气血患者脱离呼吸器相当危险 鼠立基隆医院的医护人员 携带相关设备到现场 确保吴妈妈的生命安全 整个我们今天团队差不多10位 那我们有准备备用的 除了她的业代一样 另外还有养气头 还有呼吸器 看着项链六年的儿子与儿媳 完成终身大事 做母亲的难掩激动 同时让人感受到母爱力量的伟大 民事新闻陈崇瀚 基隆报道